好,那切球的 拍面應該是要怎麼樣 應該是要在 90度的 後面一點,斜方一點 大約30度,45度的位置 30度,那如果你想要把球切得更低的話呢 你會把拍面 盡量放在越垂直越好 那你想要把球切高的話呢 你就會把拍面 把拍面打開的時候,球自然就會飛高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好,哈囉各位,歡迎來到LeonTV 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平常在打球的時候呢 最喜歡的擊球位置 哪個地方 是在這邊 這邊 我相信95%以上的人 在這邊擊球 那問題 為什麼你在跟對方比賽 要一直給對方這種球 來讓他做回擊呢 所以呢,這時候切球的意義就來 你可以看到Fader被壓迫的時候 就選擇一個切的方式 切球 不但可以讓球速 節奏變慢 而且呢,當你切得好的時候 球往下沉 往下沉的時候呢 他就逼得要用蹲低的方式 就撈起 下一顆球 可以攻擊 想一下 切球的握 通常就是我們所謂的菜刀 就是虎口 對到這個拍框上面 拍框上面 滑下來握緊 就是菜刀 有些人在切球的時候 發生幾個錯誤 譬如說當他切到球的時候 拍面打開 由上到下拍面打開的時候 球常常會飄得非常高 這個會讓對手非常好去攻擊 他會像這個樣子 拍面打開 哇 切非常高這樣 對手比較容易抓到你的球路 然後那切球的 切面應該是要怎麼樣 應該是要在 90度的 後面一點,斜方一點 大約30度45度的位置 30度 當如果你想要把球切得更低的話 你會把拍面 盡量放在越垂直越好 那你想要把球切高的話 你就會把拍面打開的時候 把拍面打開的時候 球自然就會飛高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第一個 練習切球的方式 你可以先自己練習 站在球場中央 站在球場中央 好 然後呢 先去習慣你擊球 擊到球的點 擊到球,球的位置在哪裡 以及看準你的拍面 是擊在哪個球路 比如說我想要切低的球 我會希望我拍面是平的 我會希望我拍面是平的 但這個就有點高起來了 切過往一點 對,切過往一點 再一個 切過往一點 這是第一個步驟 先找到你擊球的位置 第二個步驟呢 球排拉大 球排拉大 從上到下 這樣子你球會更有力量 那你這樣也可以比較好 去抓一些起球點 好,那從上到下 有沒有看到我球就會平一些 再平一些 好,要記得喔 貼到球的時候呢 身體不要往左邊轉 要往前去 要往前去 由上了下 往前去 然後回來做一個預備的動作 好,那再練習幾顆 大概是舉在肩膀上面的位置 肩膀上面的位置 往前去切 往前去切 你可以看到我的球 是低的 沉的過去的 往前去接 對,往前去切 對,往前去切 第三個步驟 會比較 力量會再更大一點 那這樣子我會確保 我想要確保你的轉身足夠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 Unitone轉身給拉好 那你不會希望你的拍面是 往外蓋的 因為往外蓋 出來的時候呢 拍面可能就開掉了 就飛起來了 所以 拍面 大概是平行的位置 平行的位置 這樣下來的時候呢 會比較準確一點 好 來 轉身 往下切 看到我球從 由高到低了 由高到低了 好 轉身 往下切 喔,這個就好球 在左邊可以練習 往前往下切 你也可以呢 把擊球的方向以及前後做出來 讓對手去移動 比如說你可以打一顆直線 右邊的直線長的 打一顆左邊的短的 切球 比如像這個樣子 轉身 好 切得還可以 然後下一顆短的 然後再下一個 對,這個就還不錯 好,短的 對,這樣子你就可以去練習 好,那現在呢 你可以請你的partner到對面去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死球練習 都做好了 那現在你可以請你的partner到對面去 送一些球給你 讓你感覺到 喔,球過來了 然後你的力量 你的拍面 是要怎麼去做 OK 那我們現在先來示範幾顆 好,像這個球比較短了 可以把它推長 再來 那我剛剛球已經有點高起來了 我要再推低一點 對,是我要的 好,再來 好 然後往前去 推低一點 這個有點高起來了 我希望我的球是過往的 這樣才漂亮 對,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才我要的 那接下來把你要的都做出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放一個長的 然後放一個短的 好,放一個短的 好,再來預備 那高的 上到下 好 好 來 低的 放短 對 好,來 好,你可以假動作 假裝要 揮拍 結果是用切的 假裝呢 是要拉拍 結果是用切的 好,假裝要拉拍 要用切的 好 好 那可以大力小力 這個是大力的 好 來,這個是小力的 左邊的 小力的 對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平常在練切球的方式 你可以去想想看說 什麼球來 你放切球會比較適合 什麼球來 你放輕的短球 會比較去對手 去移動 那希望今天這集可以幫助到你 去贏下比賽 然後去破壞對手的節奏 打壞對手的節奏 會讓你 贏得比賽更加輕鬆 好,那如果喜歡這集的話 記得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在訂閱旁邊加個小鈴鐺 這樣子我每個禮拜上兩支片 你才收得到喔 好,這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啦 See ya on the video